随着科技与半导体晶片生态系的创新及发展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正逐渐改变社会上各个领域的样貌 没错,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区域安全挑战 国防与人工智慧的结合 势必会在未来的战争形态中带来新的改变 接下来的聊聊国防系列单元 将邀请政政学院新闻系主任傅文成教授 以及国防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许志祥助理研究员 一同探讨人工智慧发展对国防的影响 各位官兵同袍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杨依奎 非常高兴又再次来到聊聊国防的单元 随着半导体晶片生态系的创新以及发展 人工智慧 AI正在逐渐改变社会当中各个领域的样貌 国防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顶尖的专家学者 来与我们一起聊聊 人工智慧发展对国防攻防的影响 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国防大学新闻学系傅文成教授 文成老师好 各位官兵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防大学傅文成 接下来我们欢迎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军所的许志祥研究员 志祥老师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志祥老师首先我想请教您啊 现在社会上非常多的人都在讨论人工智慧 AI 可否请您用简单的言语跟我们解释一下 究竟什么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它是不是真的对国防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 我想目前的人工智慧发展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来看的话 可以注意到说很多时候人们其实会对AI有一些过度的想象 跟那个跟一些知道美好的一些 嗯就是从电影里面或者是一些影剧里面看到的 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像未来的魔鬼终结者一样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发展 但是其实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 人工智慧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一个是所谓的狭义人工智慧 另外一个是比较广义的通用人工智慧 然后还有就是超级人工智慧 通用人工智慧它通常可能是针对比较广泛的就是说 这个人工智慧可以去解决各种的问题 而狭义的是我们目前看到可能针对特定的领域 它有解决这个东西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能力 但是超级人工智慧甚至可能可以自主去做出回应 但是我们必须说就目前科技发展而言后两者还没有出现 那甚至超级人工智慧会不会出现我们并不晓得 文桑老师 那可否请您进一步的阐述人工智慧对于国防的重要性 我举例来说 人工智慧的技术对于我们对未来战争形态的想像是不是产生了改变 人工智慧对于我们规划击杀链 或是对我们规划战术 或是对我们在组织管理战略沟通 甚至是整个国防产业链 是不是都可以带来一些优势或者是影响 您的观察 首先人工智慧在国防上面的运用 我们对人工智慧的想像 就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我希望它可以自己学习 第二个我们希望它可以推理 第三个它能够自我改善 所以换句话说在战场这个瞬息万变的一个环境里面 无论是我们讲的灰色地带冲突 灰色地带作战到真正的武装力量冲突 影响一个战争胜负的原因 其实是多元而且很复杂的 比如说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Aquarino前司令 他就说过 现在的战争其实是一个由人来主导的战争 在计算人心 计算国际社会 计算比我各方势力的复杂条件下 如果只靠一个人 就是真正的人 在有限的数据下做有限的判断 通常对战争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局限性 所以为了让战争的有力态势 可以尽快尽早或尽可能扩大 运用人工智慧 把过去到现在的数据做分析 以方便战场指挥官 对未来局势给一个最准确 而且快速的判断 变成是军事国防武力 在运用人工智慧一个很重要的 想象或先决条件 那比如说我们再讲灰色地带冲突 认知作战 这一个过程中 如何精准的影响国际受众 国际政治领袖 国内民众 我们的民主的韧性 其实都需要有大量的数据长期的累积 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模型判断 那回到最后 击杀链武器的这个筹补跟武器的研发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所望的目标的对象有关系 所以在整个人工智慧 在现在的民主国家的运行中 大家都做同一件事 就是对于我们的所望战果跟目标对象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而且是完整认识跟过去不一样 我们过去打仗就是一次的研究 在人工智慧的基础下 我们可以多拨斥 有一个长期的趋势 而且会对于现在的国防事物 有一个比较精准的预测 所以呢 在结合AI技术与国防的先决条件 是必须要建立非常完整的资料库 这个database 你可以这么说 我们才可以去快速的运算 以及规划甚至是分类 智翔您针对这个结合AI技术 以及未来战争形态 或是几杀链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应该这样说 就是如果我们单纯讲人工智慧 其实你从不同的广义或狭义的定义来说 其实它已经一定程度的运用在不同的军事科技上面 比方说我们现在谈到各种无人载具 可能是无人机 可能是无人地面载具 可能是无人水上水下载具 它一定程度的已经有一些AI的辅助 那我们知道事实上从去年10月开始 以色列跟恐怖组织哈马斯就一直在加沙地区进行战斗 那事实上以色列在指管系统上面 也有使用人工智慧的一些平台去协助他们作战 所以我们知道人工智慧可以做什么 人工智慧可以帮助你很快的去筛选大量的资料 因为前面这些案例它的共通点都是 它会整理大量的资料 用很快的速度去汇整出它的优先度 和它的一些细节 去针对指挥官的需求 所以它可以作为非常有效的参谋 那简单说你过去的参谋作业 很多时候在一些资料筛选上面 你有人工智慧辅助的时候 就会快上非常的多 那各种重复性高的东西 其实人工智慧和无人载具 它的共通点是相同的 它可以帮助你去筛选大量的资料 可以帮助你去重复做很多 枯燥烦闷的事情 那甚至跟无人载具结合之后 它可以让无人系统自主的在人类 可能会遭遇危险 不管是来自敌火或者说污染的环境之下 就是去长时间运用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思考 就是我们在思考人工智慧的军事运用的时候 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可能像终结者机器人 这样子可能是太过科幻未来的东西 短期间以内也许不会实现 但是前面提到这些辅助工作 其实就是它目前最大的 而且最有希望发展的应用 但是它有它的限制在 那志祥老师我想请教你 有鉴于AI技术对于国防的重要 想要请您简短的分享一下 我国、美国以及中共 目前在结合人工智慧以及国防上 有怎么样的一个进展与现况 我想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或者中共、俄罗斯这些 不同的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其实大概都是在进行AI 以及相关军事应用的研发 那目前主要的几个发展方向 大概还是在于刚刚提到的 就是以AI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谋 让它协助指挥官在下决心 或者做任何的决策判断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去统整它的资料 整理它的资料 判断优先度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工作 它可能会因为这样被AI取代 但是有一些工作 它可以因为AI的辅助 而让它有更好的发挥 还有效果 那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在于说 西方国家目前正在研讨说 AI它在军事上面运用的限度 到底在哪里 因为事实上 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去使用AI 比方说 如果它跟无人载具结合的时候 机器人无人的 或者电脑的这种平台 它能不能自主下决定 去攻击人类 去杀害人类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伦理学上的问题 那目前在管制上面 西方国家会倾向于说去限制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所有的攻击 它最后按钮一定是要人类下达 所以就是最后开火这个决定 那但是类似的顾虑在中共或者是俄罗斯 或者是一些就是 独裁国家上面他们在研发上面似乎比较不在意这方面的限制 那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未来可能的隐患 那再来就是说类似的那个监管 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我们不单看在那个军事运用 不单看军事运用上面发展的话 单纯看近几年来AI发展 其实包括那个世界各国包括欧盟 包括美国 包括韩国日本 其实都正在投注这方面的就是法规的管理 以及相关规范的建立 因为它其实同样是新兴科技的一种 所以换句话说人类面对的其实是过往你的治理环境 你的法律的架构未曾接触到的范围 那也是因为这样 这是另外一个美国跟中共或者是民主和独裁国家 这样一间正在竞争的项目 就是谁能够先建立这个监管的规范 那个架构以及未来的行业的就是这个领域的标准 国际标准 文尚老师 那您对于中共 美国或是我国在结合AI以及国防上 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观察 从刚才老师说到的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现在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两个国家 我打你或你打我可以搞定 它需要的是同盟 无论你是威权国家的同盟 还是民主国家的同盟 可是在同盟作战或者是联合作战 常常有一个痛点是过去大家要面临到 就是战场共同图像的建构 因为过去我们建设了很多你我之间的通讯 各种的通讯的专案 比如我们投资了非常多的钱 可是这些投资真正在战场上能够建构其 共同图像的资源耗水 其实非常昂贵跟非常大 可能动辄数十亿数百亿的预算都有 可在人工智慧的发展下 这样的图像建构变得有可能而且快速 因为在大规模的语言跟这个战场环境的训练下面 它是有可能从一个众多数字里面导领出一个可以给同盟国家 它构同使用的一个战场意向的系统 我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傅老师提到同盟这一点其实在AI的发展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当然AI不只是我们前两年就是这两年很流行的生存式AI 还有很多不同的就是AI准备其实 但是很重要的概念是说如果你要建立资料库 你要建立庞大的资料库 你可能会需要莫大的资金资源的投入和建立 那很多时候对于一个中型或小型国家而言 它不见得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这时候有几个路径 第一个是像刚刚傅老师提到的同盟 民主国家同盟可能会或者是甚至独裁国家之间也是 会需要用同盟的力量去发展这样的东西 那又或者是运用比较小型的资料库 去针对单一特化的领域去在那边进行专业化的发展 所以说同盟跟其他国家合作这几个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运用上面除了作战之外 宣传是另外一个AI可以很有效发展的地方 这是因为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 它本身在宣传上面有注意 但是可能也要注意对手在假讯息上面的 就是错假讯息资讯站上面的投入以及针对这个做反制 那这是因为AI可以很轻易的生成图像 可以很轻易的从文字生成出声音 但是反过来你要从声音弄出文字就比较没那么容易 所以反过来说它其实在讯息的投放上面 可以透过影像以及声音的方式很快速的建立东西 所以我们的国防部其实也有用AI的方式去建立这个虚拟主播 那这其实是一种蛮不错的尝试 只是未来可能会需要更进一步的这些方面去投入发展 那我们必须有个认知就是说宣传站是一个非常公式导向的作为 换句话说你在发动攻击的一方 它其实一定会占有优势 很多时候你一个宣传或一个错假讯息出来 受众假设有100个人的话 你的回应可能是看得不到30个人 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微快不破的领域 那透过这种AI工具的整合 它可以很快速的让我们率先投放讯息 而避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国近日成立了 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去强化全社会防卫任性以及民众的媒体是独立 那这也是一个抵抗威权国家 AI入侵手段的一个方式 我最后想要请教两位专家学者 放眼未来 我国未来有哪一些面向以及优势 可以进一步结合人工智慧以及国防 也可以让我国年轻的官兵同袍提前投入准备 志祥您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探讨AI或者是未来军事能力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首先去关注于根本 也就是说先把最原始最根本的一些基础先打起来 然后功能和运用上面先把它放在最基础的 就是协助人类减轻工作负担 我认为把重点集中在这一点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AI的平台和工具去辅助指挥官和参谋 减低它的工作压力以及加快反应的时间 以及让决策扁平化快速化 这是第一要务 第二要务是透过AI跟无人载具 或者是机器人或者是其他方式的东西去结合 降低官兵平常在不同的业务上面的工作量 首先先从这一点达成 然后再去谈 然后再去考虑进一步的延伸它的发展 那傅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基本上AI的基础在于计算能力 我们叫算力 所以算力的建构不只是 不是买个机器或买个GPU 就可以说我有了算力 其实不是这样 真正的重点是 你有了这个算力的基础之后 如何把它导到平常国防工业的作业流 因为在国防事务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里面 你会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 它的这个职业发展都非常的固定 所以它有一系列应该已经很有系统化的生态的训练模式 那如果要把AI这种新的科技 导到我们的工作流里面 那其实是需要从上到下 共同理解 未来你的军事事务革新的目标在哪里 然后用哪些的革新的内容 不论从医疗后勤武器发展的人员训练 如何全面的紧扣在AI的发展下 那才是AI能不能真正如何真正的落实到国防的工业产业上面 帮助我们国军的战力真正提升 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国内两位非常顶尖的专家 志祥老师文成老师来与我们一起聊聊 人工智慧发展对国防工与防的影响 我们相信国国未来在结合人工智慧以及国防上 会有更多突破性的发展 我是杨依奎 聊聊国防 我们下次见